五十年岁月已经匆匆走过 台湾在一百年前与甲农之战战败之后 被迫割让给了日本 好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一样 在苦盼了五十年又一百六十五天之后 终于回到了中华民国的怀抱 今前记得光复初期景象的人能够有多少 在欢度台湾光复五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不妨来回味一下 当年的酸甜苦辣和千种滋味万般情怀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了李天璐先生 来与大家谈一谈台湾光复的历程 并就光复前后台湾社会的实况 做一番比较